不知死活的东西 找死我就成全你 杀了我们 我保证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东西不在你身上吗 你当我是傻子吗 明知道你们是冲着羊皮绢来的 还会带在身上到处乱跑 东西在哪里 不说我先杀了他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保证你什么都得不到 不信你就试试看 东西肯定被刚刚那人带走了 寿游 我到唐都了 你到哪了 十三哥 我和雪剑被人劫持了 他们也是冲着那件东西来的 你现在去渝州煤矿 找胡福生先把东西拿走 不用着急 慢慢说 我不会挂电话的 有什么救兵尽管喊 我倒要看看谁能救你们 我这就赶过去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历 你们必须保证 秦少游和苏雪剑的安全 假如他们少了一根汗毛 我保证一定活寡了你们 哼 你一定会后悔 让我打这个电话的 是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 我们走 去渝州煤矿 谁是胡福生 我就是 是少游让我来找你的 他临走之前一定交代了你什么 对不对 他给了你一件东西 对不对 看来秦少游没有看错人 他把东西交给你是对的 那东西是我的 你完全可以信任我 不然少游也不会跟我提起你 你看着我 把少游交给你的皮券拿给我 好 你跟我来 你对我做了什么 来人 我确实是秦少游的朋友 他现在被人劫持 对方很可能会带他回这里 所以我不会走 就在这里等着他 楚少 秦少和苏总没事的吧 他们肯定会没事的 不用担心 楚少 这上面的字你认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腹内如草 十三哥 又给你添麻烦了 东西给我 不然他们性命难保 你不懂什么叫做交易吗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规矩懂不懂 我至少得验明东西 是不是真的吧 验货没问题 先放一个人质 我就让你验货 否则你拿了东西不放人 我到哪书里去 可以 这个条件不算过分 先放了那个女的 放心 我肯定把烧油就回来 已经放了一个人质给你 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招什么急 给你看看 东西没问题 想把东西拿走 先放人 小子 你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了 没想到竟然是赤焰九品 大师傅 二师傅 把东西扔过来 人都还没放 就想要东西 脑子被闷起了吧 哼 那咱们就一手教人 一手交货 大师傅 二师傅 东西重要 我们走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你带东西先走 我们哥俩教训教训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小子不得不说你真的很强 竟然以一人之力 强压我们二名赤焰九品 住手吧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前辈 看在你跟我们家少爷 是朋友的份上 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到此为止吧 前辈 你们的人刚刚拿走了我一件东西 是不是应该还给我 哼 适可而止吧 我们走 这什么人啊 太霸道了吧 什么人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它是蓝艳一品 还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十三 你找到中州丢失的疲倦了吗 你也关注这件事了 这件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有些情况 很可能会跌覆你以往的认知 所以那个疲倦很重要 找是找到了 可是又被人给抢走了 什么人抢的 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和来历 不过我认识他们的一个少爷 姓西门 就是上次在咱们吴近城吃饭的那个胖子 他叫西门官人 抢走疲倦的 就是抓他的那个老头 你尽快回来吧 你足够要见你 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好 我这就往回赶 祖母 父亲 这位是北优世家的小姐 北优雅 北优小姐 这就是我孙儿 楚十三 中州古墓出土的疲倦 被西门家的人抢走了吗 对 听说你认识疲倦上的文字 疲倦上写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没有心情 也没有时间跟你瞎扯 说的好像我有心情跟你瞎扯一样 十三 事关重大 不要任性 疲倦上记载了什么 你跟大家说说 那张疲倦上记载的 其实都是目主八星的剑文 大概相当于他的回忆录吧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得知不周山有不死族 掌握着永生的秘密 便派出麾下十大高手 由亲信徐福率领 前往不周山 在不周山 确实有不死族存在 不过所谓的不死族 并非长生不死 只不过是寿命比人类久一些而已 并且 这个族群不能见光 一旦暴露在阳光下 便会灰飞烟灭 疲倦上的记载可靠吗 这么隐秘的事情 秦始皇会让八卿堂冠 疲倦上是这么记载的 至于是不是可信 我就不知道了 你继续说 疲倦并不完整 最后一篇上记载 各地出现了一些 从不曾听闻的异首 甚至还有此前 从未出现过的高手现实 八卿说 始皇帝的情绪 变得很焦躁 很暴躁 甚至亲自带人围剿 那些异首和高手 就指这些吗 你没有说实话 你肯定还知道些什么 哼 你们着急忙慌的跟我说 事关重大 事关重大 到底怎么个重大法啊 这个世界 并不像普通老百姓 看到的那么平静 之所以还能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 听闻你曾纵横四海 还曾在国外 闯出诺大的名气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绝地这个词 哦 这个词自然是听说过的 只是这个词 有什么特别的吗 绝地的概念 至今仍没有确切的定论 我只能告诉你 绝地是类似于 很多小说和影视剧中 传送门一样的存在 穿过绝地 就是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 有生物 也有人类 绝地出现 有很多绝地的凶兽 和绝地一族人 进入咱们的世界 他们对咱们这边的人很仇视 甚至可以说是 抱着侵占咱们这个世界的目的而来 大肆杀戮 每次绝地现世 神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方才将其平息 既然你说 绝地的一族人有侵占 咱们这个世界的意图 那传送门 会不会是他们人为打开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猜测 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咱们神州就只有你刚刚提到的四个绝地 目前四境地界各有绝地一处 分别由东方 西门 南宫 北忧四大家族镇守 你是说 这四个绝地都有人镇守 那当然 我们四大家族的族训和责任 就是镇守绝地 不然的话 难道任由绝地的凶兽和一族出来 维护神州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那个世界 跟咱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很像 有白天黑夜 有季节变幻 并且灵气浓郁 在那里修炼事半功倍 既然绝地已经发现了这么多年 想必也有绝地的一族 冲入咱们这个世界吧 当然 而且不在少数 甚至我们猜测 咱们这个世界里 就潜伏了不少绝地的一族人 你们对中州古墓出土的皮贱那么重视 是不是因为其中的信息 也涉及到了绝地 我们根据一些信息和资料 猜测唐都市千年前就出现了一处绝地 而且很可能是神州最早的绝地 这跟史皇帝有什么关系 我们怀疑 史皇陵跟镇压绝地有关 前些年 西门家无意中发现 史皇陵周围的磁场波动 跟绝地的磁场波动很像 不 应该说 史皇陵周围 确实存在绝地的磁场波动 而且很强烈 所以你们就怀疑 史皇陵下大概率也存在一处绝地 但是被史皇陵镇压了 是的 你不是说皮卷中也记载了 史皇曾亲自带人美剿 为之凶兽和高手吗 这件事关乎神州安威 关系重大 所以我希望 假如你还了解些什么 不要隐瞒 皮卷上除了我跟你说的那些内容 还记载了一件事情 据八卿在皮卷中记载 当时修建史皇陵 一共征用了60万民夫 其中有一批民夫担心 皇陵建成之后 会把他们留在灵寝中陪葬 就暗中偷挖了一条密道 那条可以直通史皇陵的密道呢 记载这一切的皮卷背面 似乎还有一幅地图 我猜测跟这条密道有关 你准备要找西门家讨要皮卷吗 这件事干系太大 我自己出面分量不够 得让我兄长去找西门家交涉 皮卷虽然被抢走了 但是我当时拍了照片留存 我可以把皮卷的照片给你 但是我需要你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关于史皇陵的事情 我要参与 可以 我可以带着你 不过你一切听我吩咐 不得自作主张 没问题 有消息 我会通知你的 是不是感觉很震撼 父亲不觉得震撼吗 其实当年你母亲 虽然没有明确跟我说过这些 但是我隐隐从她的话语间猜到 神州可能存在一些 咱们不了解的隐秘 父亲是说 我母亲跟四大家族有关 很多事情 我之前不能跟你们讲 既然现在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也就无所谓了 祖母 你以前就知道绝地的事情 我进去过 四十多年前 北京绝地现实 北优家为了以防万一 从北京征召了一些高手 我和你父亲 还有百里扶苏都参与其中 若非那次进入绝地有其遇 我和百里扶苏的修为 也到不了如今这种程度 你父亲也是在那次进入绝地的时候 为了救我 受了无法治愈的内伤 才导致后来病故 奶奶 那绝地中到底是什么情况 别的绝地我不知道 我们缺的奉承绝地 跟咱们这个世界一样 有文明 有人类 他们也有精对 有诚实 而且因为灵气浓郁的原因 那个世界的人 普遍修为 要比咱们这个世界的武者高很多 怎么可以进入绝地 绝地都是由四大家族把守 他们在入口处建立了镇守基地 没有四大家族准许 连基地都进不去 更别说是进入绝地了 假如唐都市真有绝地现实 恐怕又是一场大风暴啊 母亲是害怕四大家族抵挡不住 让绝地的凶兽和异族冲过来 围火神州吗 有这方面的原因 假如真有新的绝地现实 四大家族怎么抽掉兵力 怎么提供资源 涉及到利益问题 他们之间肯定又是纷争不断 祖母 关于慕容家 您了解多少呢 某种意义上 慕容家跟四大家族 可以说是同档次的存在 他们那个级别的存在 超然物外 根本不为人知 我也是因为参加了北京绝地之战 才稍微了解到一些 但所知绝对有限 四大世家分别镇守四境绝地 偶尔也需要互相支援 需要资源调配 这就需要有人居中统筹 当年我参与北京绝地之战时 负责居中统筹四大家族的 便是慕容家 至于你母亲慕容狄 是否出自我刚刚说的那个慕容家 我就不得而知了 呃 祖母 现在负责居中统筹四大家族的 还是慕容家吗 我不知道 我刚刚说了 那个层面的家族 超然物外 北京绝地之战后 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听说过关于四大家族的事情了 父亲我准备去凤城绝地看看 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母亲的消息 去吧 希望你能带来好消息